好 跟你講說這個表格背下來好多 醋多多 會考得幾乎都在上面 既然叫做幾乎 還是還差一點點對不對 還差這一眼 花崗岩的礦物成分 花崗岩是深層岩 它的礦物成分叫做長石石英雲母跟微量的普通角賞石 我的講義上面 跟你寫了好多其他的岩石的礦物是什麼 你通通不用背 只有花崗岩要背 因為它從古至今都是各本的實驗材料 所以它是誰做的 你要曉得 然後考試就會問你 所以你要記得花崗岩是長石石英雲母還有微量的普通角賞石 所以以後交到礦物的時候 長石石英雲母就特別的重要 特別的重要 OK 花崗岩 然後呢 你有看到這個上面有一個筆蓋有沒有 這個筆蓋是要當筆律史的 你知道它有國大 比較高檔就真的放一把錢 就有公分的 那不然就所以 所以一個照片機上會有一個鏡頭蓋 你看 一支圓子比一個十塊錢 或者是格鬥戰的一個人或幹嘛的 這都是要當作比例使用 你知道這碗葉有多大一支 多大一支 OK 你練習 然後花崗岩通常白色會肉很短 大家看看幹嘛 不用拿 然後呢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子前面交過了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子我們前面講過了 擠一下 OK 花崗岩 美觀 硬度高 抗風 畫牆 八八八 最後一支 哪裡有 這邊哪裡有 捷運站 捷運 資產捷運站 外面貼入是花崗岩 還有實戰捷運站 外面貼入 還有 還有地方有 來打國中 出校門 向左轉 向右轉 上雲上前有一個反的矮柱子有沒有 一個P 噗 你那個P那個東西啊 那個反柱子 那個也是花崗岩 不過資產捷運站的花崗岩是拋光過的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靜子是沒有拋光的 就是一個出租的 出租的 出租的 它都是花崗岩 OK 劉文元剛才講過 你表格有備 你表格有備就知道劉文元的成分跟誰相似 劉文元成分跟花崗岩相似 但劉文元是火山岩 花崗岩是深層岩 所以它的成分會 跟花崗岩相似 但它是火山岩 但它是火山岩 OK 這我們前面 這個表格上 這裡表格已經跟你說過了 表格已經跟你說過了 然後呢 然後呢 黑曜岩也是一樣成分跟花崗岩相似 放在這裡嘛 所以是跟花崗岩相似 但是呢 它是玻璃質的 它冷卻太快以致毫無結晶 所以叫做火山玻璃 它正常 它是屬於常識十英多的 它是常識十英多的 正常應該顏色比較淺 可是它為什麼歐嬤嘛 因為它裡面毫無結晶 光照進去 打一打去 出不來 就變成歐嬤嘛 變成西周光線 所以變成歐嬤嘛 黑黑的 就是在某些區裡面有賣 傳說有叉叉功能的那種 就是有冰鞋啊 像是寶花什麼的 那種 就是有某種神奇的功能的之類的 黑曜岩 黑曜岩 然後呢 閃藏岩 上面一個有顏色之後 沒有代表什麼意思 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根本不用看 老師不會考 你也不用背 你也不用背 看完就算了 那些礦物質們都不用管它 換成什麼 不用背 除了花岡岩之外 所有的控成分都不用背 然後這裡一個安山岩 安山岩是火山岩 它的成分跟閃藏岩相似 我們在表格上面看過嘛 然後這邊寫個台嘛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就是安山岩 這件事重要 因為跟未來要交的內容有關 所以考試愛問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是誰 答案叫做安山岩 答案叫安山岩 你要會要知道 要知道要曉得安山岩 OK 然後呢 陽明山就是大同火山區 所以它就是安山岩 所以居民可以就地取財 然後呢 拿安山岩來做一些東西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所謂的安山岩 可以嗎 可以 好 接著呢 接著是灰藏岩 又是一個有顏色字都沒有 又表示完全不重要 考試不會考 隨便看一看就好 不爽看也沒關係 沒關係 玄武岩 玄武岩它是一個 表格看出來跟灰藏岩相似 但是它是火山岩 灰藏岩是深層岩 然後呢 重點有兩個字 氣孔 我看過一個考題 說有個九頭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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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它什麼石頭 看到Q1的兩個字 有氣孔 氣孔兩個字 誰 就玄武岩 它寫一大堆石頭 怎樣怎樣怎樣 氣孔 OK 就玄武岩 玄武岩 氣孔 它才有氣孔 各身 海洋地殼 我通過的考試會喜歡問 海洋地殼的石頭是玄武岩質 因為跟後面要交東西有關 所以我們喜歡問你海洋地殼什麼岩 答玄武岩 玄武岩質 玄武岩 然後呢 澎湖 剛剛跟你講過的表格裡面 台灣島常見的各種岩質當中 澎湖常見的是玄武岩 因為它是海底火山爆發 這件事又跟未來要交的海底擴張學說有關 所以你要記好 它就是玄武岩 所以澎湖群島是玄武岩 所以 有人要把澎湖變成地殖公園 因為它有非常發達的玄武岩 地形 傳說 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長成這樣 澎湖集中基 澎湖集中基 OK 這是以前愛考的問題 它是玄武岩的特徵 玄武岩冷卻收縮的時候 會變成一根一根一根 六角形柱狀結理 這以前很愛問 現在不愛問 為何不愛問 因為純死背 但是它其實很重要 為何很重要 因為它是玄武岩的特徵 是玄武岩的 而且是玄武岩的第一形 我講得很特別特別好看 或特別怎麼樣 都是因為它一根一根一根 一根一根 玄武岩的柱狀結理 所以呢雖然現在很少 雖然現在已經很少少這件事了 麻煩你還是給我記得 玄武岩的特徵是有六角形柱狀結理 最後兩個字結理 以後教你什麼叫結理 最後兩個字結理 以後教你什麼叫結理 先背下來 玄武岩的特徵叫做六角形柱狀結理 過去愛卡 現在不愛卡 因為它純死背 但是它應該很重要 為何 那是玄武岩的特徵 之所以玄武岩的第一形 會特別因為它的關係 然後就是廟宇啊 然後他不拉不拉不拉 蓋掉啊 好 當然就是橄欖岩 又是一個有顏色之都沒有 就表示又是完全不重要 但是有一件事重要 我們現在還不會上到 未來會上到 就跟你講有一件事重要 以後再跟你說哪一件事重要 橄欖岩 然後這就是說 它是誰的主成呢 地涵 上部地涵 橄欖岩的主成 這有人問過 這有人問過 就把你前面要你背 就把他背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火層岩的部分 有人問過嗎 沒有